哈喽大家好,本期的一个课定分享,实物视频将拍摄的就是镜头前的这一款漫威系列的立体机关绘本 那漫威系列的立体机关绘本呢,我在往期视频中分享过它的第一本就是蜘蛛侠 那手里的这一款呢,是这个系列的第二本 那翻到绘本后面呢,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发行年份,差不多是2007年吧 那翻开绘本的第一页呢,就是长这样的 这边呢有一个雷射材质制作的大写的X 那绘本的右手边呢,就是传统的美式漫画了 这边同样也是一个翻翻的机关 翻开这一页,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些立体的小插件弹跳出来 那同样的,它左下角的这一些拉动的插件呢,是可以拉出的 拉出之后呢,不但可以看到文本故事,还能看到相应的一些小小的漫画 那翻开绘本的第二页,会有这样的一幕立体场景弹跳出来 同样的运用了一些雷射的材料 看上去呢,就会有那种科技与很活的感觉出来了 然后右手边呢,也是相关的漫威的漫画 那这一系列的漫威立体机关绘本呢,似乎每一页都会向我们展现 一款不同的那个反派角色 那拉开这样的一个拉动机关呢,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它的一个相关的介绍 例如它的名字,它的身高,它的体重,它眼部的一些特殊的艺能 然后它头发的颜色啊什么的 那翻开绘本的下一页呢,仍然是另一位的反派角色登场 右手边是关于它与X-men之间的一些小小的漫画故事 那关于这一位角色的相关信息呢 拉开这边的一个拉动的机关 就会有它的一个相关的介绍展现在我面前了 接下来的这一页,依然会有一些雷射的材质 在不同的光线下呢,绽放出不同的光芒 然后这边的反派角色应该是这一位吧 因为我个人平时不看漫威 所以我对故事文本呢,就不能向大家很详细的介绍了 这边依然会有一个拉动的机关 那接下来的这一页呢,是与封面同款的一个立体的场景弹跳了出来 要特别的呢,是这一回左右两边都有相关的小故事 同样的角落位置的这一些小小的插件呢 都是可以拉动的 绘本的真一呢,这一位反派角色似乎是动用了一个音波攻击 可以把这边的X们呢,就是用手捂住了他的耳朵 绘本的最后一页呢,是长这样的,是一个近身搏斗的场景 那关于这一位反派角色的那个导案呢,可以在这边的一个小插件里边获取 那本期的客厅分享的食物视频呢就是这样,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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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